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伟用身上的最后一块钱买了一根火腿肠 准备带回家给自己五岁的弟弟小骏 然而他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眼界惊戴了 地面墙上都是血 弟弟满脸伤口面目全非 被吓傻的李伟 此时才意识到弟弟小骏被害了 他赶快跑到父母干活的专场 把他们叫了回来 不仅如此 家里的床头柜也被敲开了 藏钱的木盒子被扔在床上 两天前放在里面的七千六百元现金不见了 本来这笔钱是一家人用来过年的 李伟一家是重庆人 五年前一家人来到湖北京门 李伟的父母都在村里的专场打工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来干活 一直要干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 活多时 年仅十五岁的李伟 也要到专场去帮忙 所以经常留弟弟一个人在家 没有想到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家里却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杀害了五岁的弟弟呢 接到报警 静门警方赶到了案发现场 民警首先对案发现场的外围进行了仔细勘查 在李伟一家的后墙上 民警们发现了一串沾有泥土的血印 据此他们分析 凶手很可能是从后墙翻过李伟一家 在案发现场 也就是李伟的家中 民警们也看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因为之前李伟和他的父母进来过 技术人员没有提取到完整的脚印 但是民警发现 现场除了床头柜被撬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被搬动过的痕迹 并且现场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 这个真的他可能除了搬箱子 敲锅子 拿抽屉 都没有指纹 这样我们就敢确定是戴手上软 戴手上软 有一定的反正常意思 而李伟弟弟被害的情形 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 尸体是这样的 他的伤痕第一呢就是有掐痕 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 第二呢 他的头部有顿气伤 第三呢就是他的面部有明显的 比较短的锐气伤 从这个工具来讲的话 至少在三种以上 民警初步分析 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凶杀感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晚的情况 民警们对附近的村民进行了走访 根据事件结果 李伟弟弟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凌晨的三点到五点之间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李伟和父母 都不在家的空档 并且凶手进屋之后 作案目标十分明确 直奔放钱的柜子 警方判断凶手很可能 是熟悉李伟家情况的人 因为他的爸爸是两点四十分去上班 凌晨两点四十分上班 而且他就住在这个郊区的一个小客户里面 家庭环境很勤疲 如果说对这个家庭不熟悉 那他不会来结财 如果是熟人作案 那么凶手会不会是来寻仇的呢 毕竟如果只是为了劫裁 也没有必要将一个五岁的小孩 残忍的杀害 因为我们很老实的人 在外面的打交道很少 就年老一死的 就根本就不在哪里 在哪里干什么 跟那个活不来 我都无想跟那个接触 也没有承认 李伟的爸爸说 孩子小郡是他们来到京门之后 才出生的 他和妻子平时很忙 很少照顾着个孩子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 小郡打小就特别懂事 没想到现在却遭此厄运 我生这个小儿子 最聪明 最凝聂的 我最随意的 我的希望就要在他身上了 下一年就要上一年去了 他很多事 比大力的很多事 我们应该买零食吃 他要先问 妈妈你吃不吃 他要先给我们吃他才吃 李伟一家人的悲痛和困惑 让民警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案发后的第二天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以案发地为中心 向中边进行排查 并且张贴悬上通告 另一路重新返回案发现场 再次进行勘察 寻找凶手 可能留下的主机马迹 这次 他们在李伟家被破坏的门锁上 提取到了一种细小的蓝色纤维 这个纤维也非常新鲜 就是遗留的时间不长 不符合当事人居住条件下 正常的那种遗留 遗留复作 应该是非正常状况 非正常的动作 引起这么一种复作 根据技术人员的推断 这对蓝色的衣物纤维 很可能是凶手在破门而入时 不小心刮到衣服留下的 也就是说 凶手很有可能 是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 与此同时 技术人员根据第一次 在现场提取到的脚印 拼出了一份完整的鞋印图 凶手可能只有15岁 这让民警非常惊讶 根据技术人员提供的鞋印图 侦察员经过两天的摸牌 有了新的收获 他们当地有三家的小麦 发现了跟我们现场 类似的这种球鞋 它的底面的划纹 都是跟我们相互的 同时我们为了深重起见 我们觉得有灵的 其他的证 都进行了走防 都没有 这样我们就大胆地肯定 犯罪嫌疑人就在我们当地 确定了嫌疑人可能就在当地 而且根据之前的推断 他很可能跟黎伟一家人认识 于是侦察员带着嫌疑人鞋子的照片 来到了黎伟家 就是这种类似的鞋子 你见过没有 见过谁穿没有 或者 就是 就是像这儿 穿的这种平地的 平斑的 嗯 就是像这种 秦远生的 秦远生 是吗 嗯 他们都是你同学还是吗 嗯 他那就是 蓝色的外套 他只有蓝色的 然后只有蓝色的 不是慢慢 颠拔 他说 我个子的同学 最好的同学 秦远生 有这样的鞋 有蓝色的衣服 也就是小服 有学生的小服 听到这个东西之后 这个按键 又洗了 李伟提到的秦远生 是他的初中同学 今年也是15岁 因为两人的父母 同在一个专厂打工 两人的关系 一直很好 根据李伟提供的信息 民警们分析 秦远生 是目前为止 从年龄 到体貌特征上 最接近嫌疑人的人 随后 民警对秦远生的情况 进行了外围调查 在调查的过程中 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他的同学 反映说 他有一个Q号 里面有充了 几千块钱的Q币 我们觉得当时 感到这个现象以后 比较兴奋 感到疑点比较大 根据秦远生同学所说 民警找到了 秦远生充值的网伴 我前段时间 是一个人充值的 当时他充值多少钱 我充值两三千块钱 当时他充值 你当时什么反应 他那个充值两三千块钱 我说你给我充值的 他说 我跟我哥哥充链 我看他眼睛会死我 你我就要充链 我说你这哥哥充不来的 他说我哥哥也是 他全都放了 电脑现实 充值的日期是2012年的1月1日 也就是案发的当天 但是民警了解到秦远生家家境贫寒 全家一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多块钱 因为我们在工作中也没了他的家庭环境 环境非常差 而且几乎交不起房租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现金来玩游戏呢 2012年1月13日 秦远生在校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国安局协助调查 他刚一进门 身上穿的蓝色衣服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我马上上去检查他的衣服 就发现他的靠右侧 右侧部 在距地面90公分左右这么一个地方 有一个明显的祸口 这个祸口虽然小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并且发现这个祸口非常新鲜 我们马上提取他的衣服 送到技术文件进行监定 最后监定的结论 他这件衣服的纤维 和线上提到的纤维 化学成本完全一致 正当民警准备检查秦远森的鞋时 秦远森说 不用查了 人就是他杀的 把他们家搞的家伙人王 想对他们说对不起 把门大厚 刚才在秦远森里的家 从他的家里翻出了 从哪个家伙人的钱 这个情况 你怎么刷 用于多少 还有 案子搞破了 这样的结果 让黎伟一家始料未及 而秦远森的父母 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一直懂事的孩子 怎么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杀人犯了呢 秦远森 一个15岁的男孩居然杀了同学的弟弟 知道了这个结果 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相信 但事实也的确如此 那秦远森有什么理由 在2012年元旦的凌晨 向一个五岁的男孩 举起了屠刀呢 秦远森说 他杀人 完全是一念之差 案发当天 秦远森的父母 像往常一样 凌晨三点起来 去专场上班了 然而父母前脚刚走 秦远森以后就被出了门 出门后 他骑着自行车 来到李伟家 但这次 他不是去找李伟家 就是我和好朋友 他跟我说的 他说他家又有钱 他跟我说的很详细 还有我到他家 另外一夜玩 满多回 就我有不一通就知道了 秦远森说 那天去李伟家 原本只是想去偷钱 因为白天时 李伟跟他说过 父母晚上会带着弟弟 去专场上班 而他准备去网吧 玩个通宵 秦远森半夜到了李伟家后 便从后墙翻进了院子 他一脚踹开了门 进了屋才发现 李伟的弟弟小俊 一个人在家睡觉 我本来以为 他家的一个人都没了 你俩弟弟在家里 我就有点害怕 这时小俊被吵醒了 惊慌失措的秦远森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下意识的 他打开了电视机 一边跟小俊聊天 一边盘算着 怎么解释这一切 秦远森说 当时他越想越害怕 脑子里蹦出了一个 连自己都害怕的念头 秦远森本来想掐死小俊 但是在他撬柜子 偷钱的时候 发现小俊并没有死 于是他又从厨房找来了刀 朝小俊的头看了下去 在这之后 秦远森从床头柜里 拿走了李伟家的七千六百块钱 等他回到家时 已经是新预约的早上了 他像往常一样 给父母做了早饭 当然他没敢把这件事情 告诉家里人 觉得跟他们说了 他们会 跟头会定人的 他们会知道 自己的儿子是一个 杀人犯 而且还说他那么残忍 他们就会感觉 心情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说 尽管满心恐惧 秦远森还是在 案发当天的上午 拿着偷来的钱 来到了网吧 给自己充了 三千元的游戏笔 家长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缘和成了杀人凶手 商学期间 各方面表现应该说 可以用优秀两个字来形容 与人为善 和同学相处得非常合格性 不为人知的悄然改变 让他走向歧途 七千元一条命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秦远森杀人的消息 在村子里很快传开了 秦远森的父母 这对平时 不被人关注的外来打工者 一下子成了 全村人议论的焦点 父母想不明白 儿子怎么会去偷人家的钱 还杀了人家的孩子 2012年4月 记者在京门市开说所 见到了秦远森 他戴着眼镜 个头比同龄的孩子要高一些 给人印象最深的 是他那一双 长满了洞窗的手 当他看到记者时 第一句话就是说 想见爸爸 他还不他不在我的身边 我感觉很对事件陌生 他在我身边觉得可以保护的 事到如今秦远森自责不已 他说说到底这一切都跟网络游戏有关 我不伤亡的话 我绝对不会缺什么钱用 不会缺钱用 我也不会考虑这种事情 我想对他们说对不起 秦远森家一共有五口人 除了父母 秦远森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龙凤胎的妹妹 和李伟的父母一样 秦远森的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的在专厂干活 而每个月的收入微薄 仅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不过让他的父母欣慰的是 三个孩子学习都很好 尤其是儿子秦远森 不仅成绩优秀 还经常帮父母到专厂去干活 粉担家务 母亲说秦远森最爱看的一本书 叫做每天进步一点点 那个书我看的六个月 在学校老师的眼里 秦远森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而且还是班里第一批入团的同学 但是这一切 在秦远森上初一的时候 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网络游戏 秦远森说他们那里的网吧上网每个小时两年前 他平时都是把妈妈每天给的一块钱攒起来 留到周末去上网 很快网络游戏占据了秦远森的心 白天夜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游戏中的人物和情节 天天上课都想到玩游戏 结果老师讲课我就没有听到 秦远森的变化 他的同学是最早察觉到的 我有点暴力 他喜欢欺负我们同学 他可以大声地说别人 但别人不敢怎么样 他原来学习还是可以的 可是到了上网以后 他学习就掉到后面去了 掉了个四五十名 秦远森的成绩 从班上的前十名滑到了四十名看外 班主任看在眼里挤在心里 不止一次的找他谈过话 但是老师的话秦远森听不进去了 最后班主任老师只好找到了他的母亲 那天母亲动了手 秦远森既没有顶嘴也没有躲闪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上网的事被母亲知道后 家里便不再给他钱了 虽然经济来源被切断了 但是秦远森却时刻惦记了上网的事 母亲的话也很快被抛在了脑后 由于没钱他打起了砖厂里废旧铁料的主意 秦远森说他玩的是一款枪战类的闯关游戏 注册之后会免费领取一套游戏装备 但是关过得越多 游戏比装备的要求也就越高 所以想继续闯关就要到游戏商城里 去买好的枪和好的道具 用几千块钱来买装备 对于秦远森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 好朋友李伟来找他 李伟说因为自己上网 家里不再给零花钱了 这让他十分生气 李伟还无意中告诉秦远森 家里的钱都藏在床头棍里 在偷铁发这边发生了很臭 我就想去他家里 所以偷个机会就拿来 拿着玩 玩了就三个一 玩后再想办法 现在游戏里不能自拔的秦远森 此时一心只想梦到钱 也是从这个念头开始 他的人生轨迹 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直到最后 他干出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2012年春天 新学期开学了 但是秦远森却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教室了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看到这的时候 我估计很多观众都不明白 甚至不理解 他是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 在家里是个好孩子 很懂事 每天进步一点点 这是他看的书 结果他就偷钱到杀人了 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吧 很多好学生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他学习很好 待人出事很有礼貌 而且平时也很懂事 大的方面做的都没错 可是真的到一个关节坎上 他可能会不择手段 这是平时他的表现显现不出来 对 那么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说一个孩子 他最终做与不做某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不在于那个动作的难度 而在于他心理上有没有一个防线 那么心理这条防线 实际上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人格发展是否完整 比如这个孩子表面是一套 背地里是一套 表面我也不跟你反抗 但背地里我照样该干嘛干嘛 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他的心理发展 或者人格问题上是有缺陷的 这种缺陷的时候 往往就容易出现什么 一旦有一个东西一粘上 它很快就变 甚至在父母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它已经变了 也不能说这个父母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当发现孩子到网吧去打游戏的时候 断然的停止了他的经济供给 就不给你钱了 那也就可能你就不能再去上网了 但只是没有做的更多 就是父母当发现孩子上网成瘾的时候 你第一你要知道 这时候孩子会容易出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你该做什么呢 你不要命令而要指导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父母 当发现这个孩子出问题的时候 不要简单的啪哒切断 这是一个比较粗暴的 而且几乎是无效的一个方法 最好的是什么 跟孩子同样去做一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把孩子拉回来 秦远森因为想弄钱去上网 结果被人发现就杀了一个五岁的孩子 可是根据国家的互联网管理规定 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是不允许进入网吧的 秦远森他是怎么进入网吧的呢 记者也就此进行了调查 对于自己只有15岁 却可以随便进出网吧的事 秦远森是这样讲的 那个网吧 上面这一个电脑的卡号 在里面电脑一开 把卡号一打进去 就可以上网 秦远森说 村里的网吧营业并不规范 只要掏钱 老板就让他们进去玩 并不查验身份证 那么秦远森说的话是真的吗 那么就此问题 我们也找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了解 原来村子里的网吧 前确实存在 让未成年人自为一进出的网吧 秦远森的案子发生后 公安机关进行了证图 这什么人都有吧 对 目前秦远森已经被 京门市人民检察院 以杀人罪提起来公诉 在看出所的这些日子 秦远森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其中写道 爸爸妈妈怪儿子不孝 让你们在劳累中添加伤痛 幸福家庭随我而破坏 对不起 以前比天早 也就是个人要听话 刚刚走好时不走坏时 我们还是等着你回来 我往车里话一分钱 我是一口汗水 现在是一分钱一口汗水 我说我今天走能要再留内 走私要再能留内 反正是想得怕的 事事个月都是想得怕的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五个月的时间了 秦远森的父母在家日也盼望了自己的儿子 有一天能回来 但是对于被害者的父母来说 他们的小骏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格外痛心 一个五岁的孩子被杀了 凶手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而这个凶手平时在老师同学家长的眼中都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同学 今天的案件再次提醒我们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教给他们知识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帮他们在内心建立起情感的规则 法律的原则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家长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呵护下 心理身体双方面健康成长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验说法 也感谢林老师参与我们的公司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